各位同學,我們現在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使用我們系上的一個免費的空間 不是免費的空間,就是一個FTP上傳的空間 我們做很多網路的部分都在用這個空間 然後我現在教各位怎麼樣使用這個空間 首先各位,你隨便打開任何一個資料夾 我以這個我的文件為例,我們打開這個資料夾 各位,你就會看到這個資料夾出來了 在這個地方,直接在網址這個地方打上FTP 這個有沒有,這個地方 FTP,我讓各位看一下那個標準的寫法就是這裡 FTPnewsweek.shu.edu.tw 你打上那個東西之後呢,它就會跳出這個畫面出來 這個你不用管,使用者名稱它是固定的 然後呢,再打上密碼 密碼呢,我會用FB跟各位講 或者我們用其他方式跟各位講 然後開始呢,我們就會登錄 登錄之後呢,你會看到 登錄之後你就會看到有這樣一個畫面 各位,你一定要選擇這一個 你一定要選擇這一個 然後再把它打開,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人都以前同學 上傳的那個,各式各樣的那個資料夾 那基本上 都上傳在這邊,這時候呢 記得按右鍵 按右鍵,我們叫什麼 開心檔案,我們開心 這個地方 你隨便找個地方按右鍵 然後開心檔案,我們開心資料夾 有沒有,就是一個新資料夾 我以這個為例啊 我的叫做什麼 TEST ABC 我們以這個為例 TEST ABC 按一下,這樣就有了 你就是在FTP的網站上 開了一個新的空間 然後你按兩下 OK 你有沒有看到,就是這裡 你的資料夾出來了 然後我們怎麼樣 把我們的東西丟進來呢 很簡單 比方說這個資料夾 這個是我在自己的電腦開的 裡面還有一個檔案叫001 裡面還有一個檔案叫001 然後你可以看到 你只要把 你只要把資料夾 拖進來就可以了 有沒有 拖進來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資料夾 拖進來就可以了 你再看一下有沒有 你的TEST ABC TEST 01 裡面的資料 基本上這樣就OK了 很簡單吧 對,非常簡單 但是 我們在寫作的時候 需要這個檔案的網址 網址 不是這裡 網址需要有一點小小的轉換 各位看一下這個地方 網址你要這樣寫 要寫HTTP 要寫這一個 要寫這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我會傳給各位 到這裡呢 到學生 Student 這裡你都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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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管上面的FTP是什麼 這邊都不要動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開始寫有沒有 TEST ABC 是我們開的目錄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目錄是什麼 TEST 01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什麼 001 是我們的資料夾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個 TEST ABC TEST 01 然後這個是檔案 對不對 所以從學生 從 從學生這裡的 這裡的後面 從學生這裡的後面 開始寫 寫你開的新資料夾 資料夾 裡面的什麼資料夾 還有這個檔案 這個就是 這一個檔案的位置 我們在很多地方 都需要知道檔案的位置 我們才能夠做進一步的說明 那就是 如何使用 我們系上的FTP空間 就是這麼簡單 好 這樣子 謝謝各位